透过车窗你见过这样的广西吗 这是一趟从海边开往山里的绿皮火车 5539次 广西旅游图 嘿 图峰 今天带大家去体验一条旅游专线 近战先看大盘 今天要乘坐的5539次 是潜贵铁路为数不多的旅客列车 随着贵南高铁的开通 潜贵铁路的客车只会变得更少 车底是凝聚难断的25G 这趟车客流还是很可观的 我是汽车 汽车已经是列尾了 整列车一半站台都没用到 难道这是小票 进去扑面而来熟悉的硬做氛围 从柳州开始5539次列车还将停靠 宜州 金城江 南丹三个车站 目前车上的旅客全部都是去河池的 而且基本都是到宜州和金城江 7车8座都快靠墙了 这车列尾还能展望 太爽了吧 知凡了 这是列尾 15点35分我们的列车准点驶离柳州站 虽然是神仙机位 但是警铃厕所 柳州出站 我们随即和香柜线分开 然后要走一段横柳客专 这个还是CHRA的统型车 俩频道完全不一样 5539次这一段全程行驶在乾贵线上 乾贵线建设有三个时间节点 1940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修建 1955年新中国修复并做部分改线 2009年乾贵线扩能改造新线投用 在后面几期 我会以探访一些老线乘坐新线的方式 来介绍这一条位于乾贵山区的神奇铁路 先看线路图柳州周边的乾贵线 过了柳州西站 横柳客专和乾贵线开始分开 柳州西到洛满区间 是乾贵线目前唯一的双线区间 15点59分列车在洛满停车 洛满是乾贵线和焦柳线的共用车站 离开洛满两线分开 乾贵去贵州 而焦柳线则奔赴1400公里外的河南交座 距离洛满不远处 你可以在地图上看到标为虚线的乾贵老线 这条老线在柳城南边 刹出三罗线去北面的罗城 而罗城也是河池管辖的 11个县级行政区之一 这个地方我是去河池运转了才知道的 并且我才知道上海竟然有罗城路 还距离上海南站不远 16点23分 5539自列车停靠柳城站 你不会想到 这个不在列车时刻表 不在12306购票页面上的车站 是真真实实出现在5539自点单上的 5539 5538自列车 每天都会在洛满 刘塘 肯洛 柳城 洛东 龙景村 办理通勤 以方便这些车站上班的铁路职工 而离开柳城 我们看到荒草中的这段铁路 就是三罗线 2008年还在使用蒸汽机车的三罗线 接入柳城站 车窗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可以可以 你看 还有位车迷在拍照 偶遇一位同样来自上海的车迷 设备就很专业 他也是非友 死刑金城江是特地来体验核池机场的 车迷说了前面的这个可开窗 并且没有空调的车居然是25G 我们回去看一下 哇 真的25G 后来我才知道这台酷斯25B的25G 是潜贵线通勤车的车底 车次是57007 57008次 往返金城江和四庭 啊 四庭在哪 成都局 南宁局的局界 往北一站就是贵州的马尾了 好了好了好了 那么今天的运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